1950年9月 迎着共和国诞生的第二轮冉冉升级的红日 身着戎装的铁道兵团干部学校向我们走来 他北起京华南极洛阳 同年又移植经济重地石家庄 这所昨日的兵团干校就是今天的石家庄铁道大学 他在不断前行的道路上高扬起一曲铁色 长歌 云铁兵精华 木铁路风雨 呈烟照灵气 他日的一颗幼苗 如今已成长为以工为主 纹理渗透 精管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工程技术大学 并形成了严谨治学 1962年学校被中央军委列为正军级高等军事院校 1979年经中央军委教育部批准 又被列为全国全军重点高等院校 成为首批学士学位授权单位 六十年来学校七次更名三次牵职两次转制 1984年国家百万大裁军 学校随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成为铁路石锁高校之一 2000年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学校又转至河北 加入到燕照十所重点骨干大学的队路 都转积移岁月耕底 而这所大学不变的是优良校风 不移的是艰苦创业精神 又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并入河北的十年间 铁道大学沿着立足河北面向全国 服务交通的新的办学思路 新的办学方略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三步大跨越 2006年在教育部实施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 获得优秀 三年之后又成功取得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在学校六十华旦的到来之际 学校成功更名为石家庄铁道大学 成为全国唯一一所以铁道命名的高等学库 使铁道大学几代人的梦想成真 令铁道大人引以自豪的还有先后两次国庆授阅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学校组成授阅方队 以军人的雄资透过天安门王城 脱下军方的第二年 在国庆三十五周年盛典上 学校组成的国旗方队 以国家的威严赢得世人的瞩目 树自根头起 水从源头来 学校的办学思想充分体现了 以教师为主导 以育人为根本 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实力寻厚 敢为人先的教师队伍 他们当中 有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师德标宾 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籍教学名师 长乡学者和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 国家级人选 教师们的精心师教 无私奉献 春惨思尽 逐类成规的精神 培育了学校这块成人成才的 育人土壤 从学校怀抱里走出的 六万余名深深学子 放飞理想和希望 用智慧汗水和无私奉献 为国立功 为民造福 为母校赢得荣誉 受到党和人民的称赞和按赞 历界毕业生 一直强手 就业率连续多年达到 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思想政治工作 春风化雨 请不吝点赞